高智尔球这项运动赛事 许多人一定不清楚 而这项结合了抑制 健康又趣味的球赛 相当适合各年龄阶层的民众 一同来参加 109学年度 国小杯高智尔球锦标赛 是在花莲寿风乡的 平和国中棒球场热闹的开打 现在让我们头部镜头 一块去看看这项 新兴的运动赛事 高智尔球这项运动赛事 许多人一定不清楚 这项运动结合了抑制 健康又趣味的球赛 源自于古代皇室的宫廷运动 注重服装与礼仪 因此在正式赛事当中 球员必须穿着正式的比赛球装 美国在2013年正式成立 高智尔运动委员会 并且向全世界推广这项球类运动 希望能够普及化 华林县国小杯高智尔球锦标赛 今年已经举办了第四届 日前在双风乡平和国中棒球场热闹开打 华林县高智尔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 肖富裔表示 高智尔球比赛规则简单又有趣 希望有更多的人接触高智尔球运动 在这个竞赛里面当中 我们非常感谢在花莲推广五年当中 由于我们这个前理事长 博本申计生在四年当中的推广非常非常的好 包括我们现在目前的小学 有二十几队参加比赛 这个比赛第一个 它是讲究一个礼节 它是一个没有运动伤害的一个活动 它的年龄层能是从小学一直到七八十岁 都可以再来做这个运动 高智尔球比赛方式分别为单打双打团体赛 类似草皮上的撞球比赛 运用谋略及及球技巧达到对方的球 将对方球队的球全数击倒出局就获胜 华林县高智尔球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肖富裔表示 这一项运动讲求团队攻防布局 个人集球技巧与身体协调性 温和又不会有运动伤害 很适合各年龄层的民众一起来参与 也欢迎有兴趣的单位或民众 洽询草林县高智尔球运动发展协会 记者刘明胜 受风箱采访报导